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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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望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刘山 还有我们新西兰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还有正向部 再加上浪漫气 也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一下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次回来我们继续一起去法庭一样 一起去分析一下 看到医管局的女高层 庄慧敏 还有她老公 赵医生 两个在2022年4月23日 在黄埔花园的EON 被指偷了一个西瓜 一个蜜瓜 两包布丁 两包蓝莓 两包刺身 一包寿司 还有一包鸡 总值1632.8元 这一堆东西 她们当时又说 老公又说不知 又说什么都忘了 又说这样那样 又说这样那样 不如看一看被告人赵医生 她怎样 我在法庭的自便 好吗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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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跟另一个被告 即是她老婆 庄慧敏医生 其实有两个女儿 加上她们平日工作非常繁忙 本来都是由她外母多数去处理超市买东西的事情 挺有趣的 如果外母超市买这么多贵东西 这个女婿会不会有点不喜欢呢 应该不会的 她们相信这两名医生的收入 这些超市买东西的东西 根本就是小碎东西 那倒是 小碎东西 还小碎东西 我大把钱了 怎会来偷东西 有些人会这样说 不成理由 再说回 如果在买东西的时候 他们通常都是有收银员的柜位给钱 那又说回 为什么赵医生 为什么好像移动了 但原来又没有移动 为什么会有什么事 令到她有这样的举措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是医生专业人士 对这些东西应该很谨慎才是 没错 是的 再加上她自己都说了 一向都去开那些有人坐在那些柜位买单 但今次她是这么特别的呢 会去那些自助柜位买单的呢 是吗 这个是很特殊的 对不对 你贵为医生 每个月收入也不非 当然被人服侍 这次就这么神心 特地去自助柜位买单 如果给了我呢 假如我看到我买的东西又不是多 但是排队就排到九里那么远 当然去自助就会比较好一些 不过如果我去自助的话 我一点点就会 如果有很多东西 我都是排队的 或者有些需要什么磅重 又说哪件加哪件有没有折扣 或者又问她拿什么停车场的票 那我就会去排队 草印花 但草印花我也不要 这个不好意思 我们先说一下 为什么会令她有这么失常的举措呢 原来就是挂着女儿 她这个话说就是案发之前的一天 她就跟她在杭州上学的女儿 就通话 这个小女儿 现在就已经是15岁了 15岁的女儿 老实说 如果她在杭州读书也好 做什么都好 应该也有亲戚朋友照顾到她吧 应该也是的 15岁 说小不小 说大虽然不大 在杭州生活 杭州求学 照顾有什么担心 什么不需要担心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 可能长期没有见 疫情期间长期没有见 会不会这样呢 没错 就是关乎这个叫做疫情 她就说了 因为当地的情况有变 疫情方面的问题 也叫做确诊数字 可能急升 整个杭州的气氛相当紧张 他们两夫妻都紧张了 也说女儿所住的地方 又是旁边的区域 又有封控的安排 而且看到亚运会 也延后了去举办 觉得非常担心 也希望女儿 可以尽快飞回来 那就最好了 赵医生 即是老公 就继续说了 是 话说 案发的当日 就在中午的时间 就和老婆 张女士 一起出去吃饭 一边吃饭的时候 一边开个迷你小型的家庭会议 好 我们就安排我们的小孩 提早回来香港 疑似者说两个疑似 一边吃饭 一边搜索航班的资料 那些叫做检疫的安排 其实张医生 我们在画面看到这位张医生 他也是较早前 经常会出席疫情记者会 这边应该很熟 应该就照道理来说 对内地的疫情管控措施 甚至乎内地管控的情况 应该就不需要太担心 老实说 这一行做的 再加上自己有个人在内地读书 相信平时都非常关心 内地疫情的进展情况是怎样的 但是他就这么说 很担心 所以我反而也觉得 有什么需要担心呢 是不是 你是专业的 还有 你起码都可以给到一些意见 女儿应该怎样去应对 甚至乎 你说过那些检疫安排 刚才说到 香港那一部分 很明显 你应该是熟到烂烂到煤 就算你不熟 或者忘记了 不知道现在最新的状况是怎样的 你握个手指都可以 叫你的下属 帮你遞到给你 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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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两个开完这个迷你家庭会议之后 终于去到这个案发的地点 就是这个EON 又买东西了 真的离奇 是不是 又有这么担心的情况下 就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好的心情 去买这么多好西回来吃 好西 刚才提到的重点 就是他们也是看到收银的贵位 真的很多人排队了 所以就走了这个自助付款机 就看到了 赵医生就说了 他就负责拿些食物去掃 也都再由他老婆 就把这些掃的东西放在袋上 即使他们两个是非常合拍 总之 我看到你放下了 我就放在袋上 赵医生就说 整个给钱的过程 其实他不时在看手机 心挂挂挂着女儿 所以就很机械式地掃描货品 也没有留意老婆究竟做些什么 哦 这样 这么失魂 我就不是真的 这么相信 为什么我不是这么相信 主要原因就是 你作为医生 对做什么都应该是 很严谨才是 是不是 一个做事很严谨的人 但是你去超级市场这么失魂 同时你老婆在旁边 而你老婆又一样跟你这么失魂 两个都这么失魂 不记得把货 有时这么多巧合 还有基本盘 你们两个去超市里面 但是你们两个又这么有心思 买海胆 又买壽司 又选些什么虾蜜瓜 又不见你选烂的虾蜜瓜 又不见你选烂的西瓜 又不见你选到一个快到期的壽司 你又这么有心思选择这些东西 那时候又不见你 又只顾着女儿 到了付钱的时候 就说很机械式 不时在浏览手机 Come on 你不要搞笑 有时你在买东西 你按一下手机 可能有人送信息给你 可能是贵人是亡 可能你拿出来看看也OK 但是老实说 你自己也说 哎呀我赶时间 你又赶时间 但又在买东西 为什么你又去分心看手机 看看女儿 还是想着女儿 还是怎样呢 如果你想着女儿 想着这样的话 不如你不要上班 或者不要去买东西 不要买东西 是呀 没错 还有他说自己分心 分心的时候 又懂得选择这么多好东西 对吧 我也不明白 你自己选择东西的时候 没有分心的吗 你还要买这么多 对啊 还有一件事 如果我自己 很想着女儿的 我连吃都没有心情吃 对啊 你还懂得选择 这一点也是 还要选择什么 外国日本虾蜜瓜 或者什么虾蜜瓜 真正的才买 真正的 你想想 这么想着女儿 吃龙肉也没有味 对啊 那我们先说一下 控方的大壮盘问的时候 非常之厉害 他就说了 既然你这么担心 你女儿的安全 但又不能直接帮她 如果你在这么负能量的情况下 为什么你仍然去超市买东西呢 可能会中她的问题在哪里 她很厉害 可能她口里面有些华莎士 她立刻眼乏泪光 哇 我愿望 当时 鄰近的上海 已经去奉承 疫情难以估计 我女儿只有15岁 风控期间 她又看不到医生 很自由 我很担心她 然后呢 为什么买好东西呢 因为另外承诺了一个大女儿 案发当晚 就为她下厨 所以 要去买这些食材 大佬下厨 买厨 买厨 买壽司 就是这样 没错 都不用煮的 我女儿 煮东西你吃 吃什么 刺身 蜜瓜 布甸 蓝莓 刺身 全部不用煮 壽司 不用煮 你不就把二包壽司去吃 接着还有一包鸡 我想那包鸡是否烧鸡 即是煮好了鸡 我猜可能是 是吗 是呀 不用煮的 不用煮的 全部都煮 都可以 这些是下什么厨 切过蜜瓜也是下厨 切过蜜瓜也是下厨 切过蜜瓜也算了 这么大的 你可以解释 我告诉你哭 还是流鼻涕 还是什么都好 控方也继续追问 你作为有高教育水平的人士 是否应该清楚知道 每一样物品都要确保 如果不熟悉自助付款机器操作指引 是否应该更加要检查清楚呢 赵医生说 当时我自己没努力 他说 虽然我个人在嘭 但是我个人 我心在杭州 我心已经去了杭州 我心在飞 当时给钱的过程 思绪很混乱 很多时间都分了心 所以心不在言 包括在收银櫃桌上的货物 也没有留意到 那是很厉害的 你买的时候 有留意到自己买了什么 好西给大女儿吃 然后你到去付钱的时候 身不在言 那么有趣 去到收银的需要 那心徒就起飞了呢 采访门大利 不合 bueno 算理上 如果你真的 是深不在然的話 連在購物 在貴位的時候 選貨的時候 也應該是深不在然之類的 但我看起來就不像是深不在然 是懂得選擇 還選了價值1600元的東西 這種深不在然是否有選擇性的 深不在然呢 只是在付錢的時候才是深不在然 選貨品的時候就沒有 就很精神 1600元這一堆是他沒有付錢的 他付錢的那些只有697.4元 是不是 這個差很遠的落差 不行 是呀 你放到過去放下去 你沒有嘟到 然後又放下去 有些有嘟到 有些嘟不到 大喆嘞嘞 你嘟到幾下 你的心就在那裡 嘟不到的心就不在那裡 這個理由很奇怪 是啊 你又懂得嘟不嘟 沒有可能的 你全部的程序都是一樣的 嘟完一個放下一個 一般都是這樣的 沒有理由 嘟一個就數兩個 到旁邊的 是嗎 就是這樣嘟的 照道理就 怎麼可以 這個人很難以接受 如果你這麼掛念女兒的話 我覺得你簡直是 連購物的心情都沒有 如果掛念女兒 真的沒有 下廚的話 你隨便買些外賣回來給她吃就算了 不要 我們擔心妹妹 現在她在杭州不知如何 不如這樣吧 我們隨便吃點東西 之後再研究一下怎樣 帶妹妹回來好不好 好耶 可能是這樣的 還有 那小女兒都十五歲 那大女兒 我想都快成年了 是不是 還在小孩子 難道哭嗎 難道你不買東西回去給他吃嗎 不主要哭嗎 就煮小餐 煮不到就不煮 還好笑 控方就繼續追擊他 話說你男人老狗 劉馬寮 好 他就說 拿回小孩子電視片段出來盤問他 好 當時看到有貨物在收銀櫃桌上 也看到你轉身的時候也碰到他 我當時不知道西瓜是西瓜 不過這是自然的反應 當時腦子的感覺是沒有什麼感覺 這是西瓜 西瓜看到不是西瓜 只是過眼雲煙 過眼雲煙 完全看不到 那是煙嗎 這樣也可以 嘩 你的狀態這樣 之後我們還記得 他說兩個去到停車場的時候 被保安還是警衛截住 剛才你們沒有 又懂得去停車場拿車 喂 直接開不了車 是嗎 西瓜也看到 西瓜變成煙 西瓜也看到紅綠燈 大妻 紅燈是西瓜 那個閘子會升起 即是撞斷了 要罰一千多二千元的閘子 我們連那條閘子都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 直衝 好嗎 那他沒有 因為當時被人撞到警署 所以還沒有在這裡 有趣 你說到自己 這麼誇張 他沒有感覺 但是買東西的時候也有感覺 對吧 繼續說一下 還是怎樣 好 心不在然 再問他 熊芳說 如果你整個過程都心不在然的話 那為什麼 你拿到一張照片之後 就沒有讓你老婆去幫忙查一查呢 他的意思就是 我沒有思考過 很困難 他說 我這麼多年都沒有對單 嘩 困難到你 嘩 有錢就是任性 對吧 如果我自己好像他這樣 每個月有幾十萬代落袋的話 那我去車市場也可能不會對單 真的帥 帥 帥 我也很慌 我也很慌 希望自己有一天去車市場買東西 不用對單 這種壞習慣 我相信也改不了 就算我將來好像他這樣 有幾十萬一個月的月薪也好 哈哈 不過他是在庭上這樣說 對吧 對的 當然 控方就說 因為你故意只是給這697.4 當然包括那些 什麼海膽 什麼還沒給錢 當然 趙醫生說 我不同意你這樣說 我也覺得挺搞笑的 不過看到他這種說法 嘩 真是誇張到 我都很難以接受 我們看到控方的大狀 可以忍得到笑 真的都相當之厲害 如果是我會笑到肚子 沒錯 他不對單 主要是因為 有很多貨品 裡面根本都沒有找數 就不用對 對吧 哈哈哈哈 如果我一般賣東西 是把所有貨品都找清了 所有貨品都找到 之後走出去 都會看一看 將單核對 究竟我買了什麼 會不會有當中 哪一件貨品 都找到兩次 我只是怕這些 才會對單 如果給少了 當然不對 是不是 哈哈 馬上走 走 走 立即 所以看到這件事 我覺得很好笑 其實我們看到 他的解釋 真的很有創意 牽強 牽強 他不做醫生 他可以做作家 做作家 可以嗎 是啊 其實我們說 可能現在趙醫生 我不知道他平時的嗜害是什麼 他講這個 吃壽司 不不不不 不單是吃壽司 那麼簡單 除了他是吃神 吃神續集 不是 他其實是用了一種 叫做電影 或者寫小說 叫做意識流 意識流 可以嗎 這種表達方式 即使你看到他的人 可能是在自助付款機 但是其實他整個狀態 就是在杭州 那種意識流 會跳來跳去 會剪去不同的場景 然後再回來 這麼厲害 這麼出神話 是這個意識流的一種 寫作的手法 或者表達手法 是當最後被人揭發到 喂 喂 你有東西未付錢 然後就 就把整個情緒 整個狀態 就回到現實裡面 其實 有什麼想起女兒 吃飯的時候 有什麼按手機 那種心不在然 那些還是怎樣 這些就是一個 有日本 好像村端康城 或者那種 表達到自己的仇緒 那些再加上 那些意識流的寫法 再做出來 這件事相當離奇 希望鴻芳 加油了 好嗎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